大家好 我想问问你们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父母动不了了 需要你在家照顾他们 你给他们端尿端死去到 甚至连他们拉大便都要给他们操屁股 吃饭还要你喂他们 脊床要你抬他们 这种日子你能坚持多久 不要道德绑架 你就问问你自己能坚持多久 问问你 我已经照顾我爸妈5年时间了 我爸妈现在动我动不了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5年 说实话我挺累的了 一直照顾到现在 我也是一个人 我也会累 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空间 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要赚钱养家 我也有小孩 是吧 小孩要上学 上学也需要钱 不能这样子就影响小孩的前途 是吧 马上就要上大学 现在就已经高瞻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 高考了之后 考完了得上大学吧 上大学得需要钱 是吧 不能让这个东西来影响小孩的前途 大家问问一下自己 你们能坚持多久 不用道德绑架 真的 如果你们道德绑架 那真的是太害人了 害了小孩 害了下一辈 害了一个又一个 我真的很累了 我已经够累了 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够好了 我 我已经 问心无愧了 知道吗 我是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因为我 已经付诸够多了 5年了 从来没有停歇 没有停歇过 每天 每时每刻 都在照顾我爸妈 都在照顾我爸妈 因为他们动不了啊 老了 动不了了 但是他们要吃 要喝 要拉 是吧 要吃喝拉撒 这些东西是不能断的 因为他们不吃的话 每天照顾的话不行啊 需要有人照顾啊 现在我老婆呢 每天也都在跟我吵 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很大呀 我快撑不住了 我都想 我都想我先走了啊 真的啊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我活的都 比任何人都累 我觉得比 活的比老人还累啊 我 真的太累了 你们不要 不要道德绑架 你们道德绑架的话 是不对的 因为你们没有站在那个角度上面去 如果你们在那个角度上面去 你们就不会道德绑架了 真的 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子 能坚持五年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坚持不到五年 一年两年可能都坚持不了了 现在我老婆每天都说要离婚离婚 离婚了以后对小孩打击也挺大的 如果打击大的小孩了以后 可能大学上不了了 只要就是影响了整个家的未来啊 难道永远就让 我们家这样子啊 上不了大学 永远一家人都 成为一个底层人吗 让我们永远的 去工厂打螺丝吗 是吧 改变一下我们 让我们 能好 就让我们尽量好嘛 是吧 我不想让 我们家一直这样子 堕落下去啊 一直这样子穷下去啊 可是 可是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啦 反正我觉得太累了 不要大德绑架我